在末日中遇到挡路的丧尸群最好绕路躲开 虽然丧尸正在近时没有发现他们 可丧尸却也挡住了他们的必经之路上 三人一时间也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祈祷丧尸吃完后赶紧离开 正在这时拿着望远镜的巴特又有了新发现 只见一对像是夫妻的幸存者正在朝着丧尸的方向走去 那两人似乎还不知情傻乎乎地往前走 心地善良的卷毛健壮就要站起身去提醒那对夫妻 但两名同伴赶紧制止了他 脾气暴躁的小黑更是忍不住怒骂卷毛别圣母害人 因为他如果这么做肯定会暴露他们三人的位置 从而引来丧尸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如果那对夫妻将丧尸引走那他们反而有机会离开 就在三人说话间几道枪声已经响了起来 只见那对夫妻中的男人拿出枪来射击 可枪法实在太烂并且还没瞄着头打 很快几只丧尸蜂拥而来将男人扑倒在地啃咬 此时巴特三人也迅速做出了决定 趁着夫妻俩吸引住丧尸的同时趁机跑步 与此同时天空中也传来一阵直升机的声音 正是来接应他们三人的军队 原本之前那几只丧尸已经被引走了没注意到这边的情况 可三人在逃跑途中却遇到了另外的丧尸 好在只有一只所以巴特并没有立即开枪 而是准备近身将丧尸干掉 以免开枪的声音太大引来其他的丧尸 然而后面的小黑不知道是害怕还是什么原因 竟然擅自开了枪 这一枪果然将不远处的丧尸瞬间吸引了过来 小黑还来不及解释两句就被丧尸们一窝风围了上去 混乱中巴特也不小心被一只丧尸扑倒了 这丧尸张牙舞爪的嘴巴里还喷见了不少血水出来 尽管巴特很快就将其杀死 可他却很清楚沾到丧尸的体液也是会感染病毒的 眼下三人中只有胆子最小的卷毛还有逃脱的机会了 于是巴特当即决定掩护卷毛逃跑 毕竟自己就算成功撤离也没法改变被病毒感染的事实 还不如在最后时刻做点贡献将丧尸引走 然而巴特怎么也没想到丧尸病毒的传染性已经发生了进化 从被丧尸体液喷溅到不过短短一两分钟的时间 他就迅速发生了变异 很快巴特就成为了追击卷毛丧尸群中的一员 而且还是跑得最快的一个 而早已变异的小黑也在队伍当中 好在之前争取的时间已经足够卷毛跑掉了 他顺利来到了负责接应的军队撤离点位置 士兵们发现只有他一个人虽然有些失望 但还是让他赶紧上飞机准备起飞 可在这种关键时候卷毛不知道发什么神经 竟然站在原地转身往后面看去 好在最前面的那只丧尸正是刚刚完成变异的巴特